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再分享一点关于台湾的陈时中的事情 我们看一看关于陈时中选市长的柯文哲有讲话 我们先看一看新闻 然后再分享一下我们的观点 新闻是这样讲 陈时中自评疫苗采购90分 柯文哲直轰去死吧 台北市长柯文哲及五党级台北市长参选人黄珊珊 4日接受网络直播访问 主持人朱问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 接受专访时自评防疫成绩85分 疫苗采购90分 柯文哲先直言去死吧 又称自我感觉良好的就像这样 朱问到陈时中说他地方防疫85分 采购疫苗90分时 柯文哲直言去死吧 黄山山野大枪称 他自我感觉良好到一个无以复加的境界 柯接着说什么叫自我感觉良好 就像这样柯也问现场有无病例 并坐视要砸出去 好很小的一个小新闻就是陈时中接受媒体采访 问他过去在当卫副部长的时候 在当这个什么指挥中心这个指挥官的时候 怎么样呢 他把自己称为8590分 柯文哲当然是一顿的臭损了 黄山山也是不买账 这个东西呢 其实现在台湾这种选举啊 就是可以胡说八道 你可以随便说 你可以把自己说成100分都没人理你 陈时中现在是玩的是嗨 黄山山呢 现在很难创造出一个比较吸引眼球的话题 黄山山过去是欺民党的 是宋处于那边的 那现在呢 宋处于和柯文哲 基本属于第三势力之前怎么认为的 但是黄山山没有以欺民党的名义参选 因为欺民党已经日落西山了 已经彻底的被民进党给踢出去了 之前欺民党还有几个席位在立法院 现在是完全没有了 民进党把这几个席位让给柯文哲 以交换柯文哲当时不选总统作为条件 那黄山山出来以后 他又没有办法去加入柯文哲的民众党 因为他本身是欺民党的人 他在两边要想找平衡的话 就是既不代表亲民党 也不代表民众党 但是希望能够拿到亲民党的选票 以及民众党的选票 目前他走的是这样的一个路线 柯文哲关键是 现在他的年轻人的支持率下降了 他并不是像他当时和林胜文去对阵的时候呢 他的声望那么的高 因为柯文哲在之前 他把他的一部分的支持者交换给了民进党了 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些人在民进党和柯文哲之间 虚舍就很难讲了 因为柯文哲里边是没有钱的 民进党里边是花钱可以养着你的 因此现在年轻人在台北这个地方呢 之前我认为支持柯文哲的比较多 现在很难讲 现在已经乱了 所以柯文哲他拉黄珊珊代表他的第三势力 这种情况下呢 黄珊珊又不能加入民众党的党员 所以现在黄珊珊这种选举挺难的 他想说我蓝也拿一点 绿也拿一点 因为亲民党那边有一部分是过去的蓝的 而柯文哲这边呢 有一部分年轻人和一部分绿的 他认为想把这个中间势力都拿过来 但是很可能黄珊珊做不到 因为柯文哲的形象已经改变了 现在人们不太认为柯文哲是一个中间力量 就是蔡甲博士他们家那个地在柯文哲的执政下 在黄珊珊的执政下 变了 变成什么了 有钱的地了 这个东西也就是说 柯文哲黄珊珊他们暗自还是和民进党是通着的 本人他们是一拨人 他拿不到蓝营的选票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黄珊珊几乎找不到他的立足点 他只能在这个中间游荡游荡 最终的话黄珊珊是选不上的 其原因就是当年柯文哲这个白色力量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现在台北这个事情呢 你别看陈日中胡说八道 整天的满嘴喷粪 但是最后人只要坐票系统一启动 陈日中还是当选了 蒋万安那么个没有什么力量的打手 也打不动陈日中 所以现在我认为那个台北市长 现在就属于大家都可以胡说八道 说吧 反正也没人计较 撒谎骗人在台湾没事 所以陈日中完全就是一副无所谓 我把我自个儿夸成一朵花 其实他是豆腐渣 人不在乎 在台湾豆腐渣就可以当选 你真的是一朵花 你黄珊珊是一朵花 你选不上 所以现在这个台湾这个选举呢 我大概是这么解读的 所以没有什么太多的话题 也没有什么重要的话题 就是大家再闹一段时间 再胡说八道一段时间 最后那两周 你看看坐票系统一启动 蔡贾博士一发话 陈日中民调 支线上升 什么黄珊珊 蒋万安通通干掉 结局就是这样 我们到时候再慢慢看吧 好 今天先说到这 谢谢大家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